刚才从那个妈妈团的那个 我们可以看到 本来很好的兄弟姐妹的关系 最后破坏的人是谁 对 是父母啊 是 所以父母真的是需要去考虑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看待公平 因为我的身边有很多孩子们 他们都是 本来特别好对弟弟妹妹 就是因为父母的这种状态 他们就觉得干嘛呢 我本来这么欢迎他 结果是是让我让着他 而且都不是我的错 那是无理取闹的事情 他反而对弟弟的态度行为就不好了 对 两岁到四岁这个阶段的孩子 是特别容易有冲突 有肢体冲突的 其实他有原因的 真的是和他的语言发展有关系 他讲不利落 用手多方便啊 又快 他语言不足以支撑他的表达 对 如果这个时候父母没有去进行一个 更好的处理或者说示范的话 我们会发现孩子的逻辑就变成了 哦 原来打比讲容易 他慢慢地就会变成说 我们用拳头解决问题 就我现在观察我俩孩子 因为他们现在见面呢 好不过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内必须有一架 不止不止 三十五分钟 不不不不 我觉得大概也就五到十分钟 真的吗 对 我觉得因为我们家那个打得会更凶 就打来打去 有的时候我看他妈打架 我就觉得挺好玩的 不会吧 就是打来打去的 然后关键有的时候弟弟打不过呀 弟弟打不过就会 然后我就说 什么打回去 然后他就打回去 然后趁着哥哥不备呀 就打一下 我们家属于那种 就是姐姐 因为他也不知道轻重 他身子起来很厉害的 弟弟惹他不高线 他就劲劲一推 弟弟可能就往后一倒 后脑勺就砸到地上 我们家那个小子经常 后脑勺就掉进行 其实我特别想说一下 刚才芊芊的那个反应 虎可不是一直觉得 两个打架没什么事吗 那你一直觉得很危险 对 我真的觉得很危险 所以你能不能想象一个场景 他们两个在打架 你在旁边 好危险好危险 他们两个越打越高兴 因为我们终于 吸引到妈妈的注意力 对 妈妈终于在注意我们 他们等于在演戏给你看了 你知道 你只要确定 他们两个是安全的 真的 我还是要尽量冷出力 你就深呼吸 你就深呼吸 他们两个自己 会有一些结论的 你的那个深呼吸 其实都能够帮助他们 安静下来 因为他们会看你怎么反应 你抓狂了 他们抓狂得更厉害 他们会打得更厉害 因为你会让他们知道说 这个行为是可以被强化的 我家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我 我总是 就是小宝 就二宝啊 这个弟弟 现在是挑事的 他虽然打不过姐姐 但是他还是要挑事 第一个父母千万不要认为 是弟弟或者是妹妹 想挑事 他真的是想参与 不得法 所以在家里面 父母可以做一些两个人 可以共同玩的游戏 比如说如果是积木 对吧 哥哥负责指挥 弟弟负责搭 一个用脑子 一个用手嘛 然后比如说 他们两个人可以合作 在家里找东西 找爸爸妈妈 留给他们那些线索的东西 把它藏起来 让我们一起去玩 对 所以在家里面 我们多设计一些 两个人可以合作 在合作的过程当中 发现彼此的价值 慢慢地磨合出来 那在外面那就厉害了 又学到一招 记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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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